市面上有些食物一口就能吃掉几个月的工资 这些食物已经成为上流社会所追捧的东西 嗨 科普拉 闪灵格今天带来五个极度昂贵 还有疯狂的食物 这个天价披萨是无法在餐厅吃到的 必须提前打电话到公司预订 披萨团队会派出专业的主厨到客人家中准备披萨 这就是来自Renaderilla Louis13披萨 光是制作时间就需要72个小时 因为厨师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饧面粉 披萨里面的材料有马苏里拉奶酪 鲜鱼鱼子酱 挪威进口龙虾 最后会在披萨表面上撒上澳洲莫泪河的粉红盐 作为全世界最贵的披萨 每个售价预议为1.2万美元 悉尼的一家酒店推出了全球最贵的馅饼 这是酒店会庆祝活动 而专门设计的1万美元贵族馅饼 它含有高级牛肉 西澳大利亚龙虾 顶级红酒 冬季黑松露 以及意大利牛肝菌 饼皮是独家自制的有机饼皮 在最后还会撒上德国24K金箔 荷兰厨师Dago Brack对汉堡十分着迷 多年来已经创造出100种特制汉堡 被人们称为汉堡之王 为了纪念5月28日国际汉堡日 他做出了一款世界上最贵的汉堡 而且得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 汉堡售价2200美元 咬下一口 普通人好几天的生活费都没了 汉堡之王的用料都是顶级食材 有日本番茄、顶级和牛 混合使用法国生菜 伊比利亚火腿 35只龙虾 雅买加兰山咖啡 马达加斯加香草 藏红花 松露 鱼子酱和日本大豆制成的特制调味酱 最后主厨还在烤面包上涂了一层金箔 整个制作和烹制过程都遵守着最高标准 目前这款汉堡并不在餐厅菜单上 如果想要品尝 顾客需要和主厨提前预约 这是美国威斯汀酒店推出的1000美元贝果 类下中使用艾尔巴白松露奶油奶酪 搭配着枸杞晾造的雷斯令葡萄酒果冻 再撒上可食用的金箔 令贝果身价瞬间翻倍 酒店管理者宣称 贝果类下中使用的白松露 是仅次于鱼子酱 世界第二贵的食材 这种白松露生长在意大利艾尔巴地区 只有在特定的橡树下才能生长 而且需要借助狗狗的嗅觉 才能找到它们 这种白松露只在深秋至初冬 这一短暂的时间出现 所以非常稀有 艾尔巴白松露则是贝果的一大卖点 也是它身价飙升的关键所在 巧克力布丁虽然普通 但是知名厨师 Mark Gilbert打造的布丁却价值连城 这个奢华的巧克力布丁 却要价35000美元 布丁装在俄罗斯皇室专用的 复活蛋造型的容器类 用了四种顶级比利时巧克力来制作 并搭配着杏仁海绵蛋糕和香饼果冻 布丁最上层点缀着鱼子酱金箔 还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巧克力 最后再配上两克拉的钻石 如果想要品尝这款巧克力布丁 需要提前三个星期预约 看完这些昂贵而又疯狂的食物 你最想品尝哪一个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